上库还加了A 那就是把高颜值和高性能完美统一了 无论你是外观党还是性能党 上库A都能让你屏不呼吸 想想这车高面试那会儿 它是如此的高高在上不可卸完 而如今似乎也没过几年 竟然就只要10万块出头 是这世界变化太大 还是你我老得太快了 我们的这台车是2011款的上库A 2013年才上牌 目前跑了9.6万公里 年均1万多公里 内外橙色保持的还算不错 但毕竟上了年纪 该有的整备必不可少 好在前任车主更换了废气阀 气门式盖垫 还给经济新款清理积碳 而且还更换了新的轮胎和刹车反片 动力系统和轮上后再进行了全面的换新 妥妥的中国好前任 买到手几乎无需投资 而且前任车主还更换了 全新的脚牙避震 以及黑色的轮毂 所谓一滴遮白丑 虽然上库并不丑 但是谁都不会拒绝再滴一点点 它现在的样子和它深蓝色的外观搭配起来 风格更加的统一 犀利且具有力量感 毕竟属于性能车范畴了 上库R的驾驶体验绝对差不了 铸铁钢铁的EA113发动机 原厂就有256的马力 拉动这样一台小车绰绰有余 匹配的是6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换挡非常的迅速 再加上包裹性非常不错的座椅 开起来满足感爆风 比起同样性能不俗的上库2.0T 上库R的峰值性能明显更强一届 而且动力响应更快 刹车表现也更加出色 只要你开过这两款车 它们的区别你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和同时代的高R相比 虽然它少了一套电控四驱 但是比高R也减重了96公斤 拥有更低的重心 这些先天的技能点是后天很难再补上的 而且两驱的传动效率也更高 如果再配上一套LSD 它的性能便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铁石新长 是一台上库R融化不了的 如果不行就再给它一台上库R 而且还是白色的速车 里程也更少一点 而它的价格也是10万出头多一点 就可以搞定了